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2月28日 星期三 欢迎收看今天的每家快讯 川普的律师周一对纽约州4.54议员的民事欺诈判决提出上诉 对法官的裁决提出质疑 即川普在发展房地产帝国的过程中谎报了自己的财富 上诉要求该州上诉法院推翻法官阿瑟恩戈龙2月16日在纽约州检察长詹乐霞诉讼中的判决 川普的律师在法庭文件中写道 他们要求上诉法院裁定恩戈龙是否犯了法律或事实错误 以及他是否滥用了自由裁量权或管辖权 这一上诉是针对川普商业行为的法律斗争 将持续到总统初选最激烈的时期 甚至可能会持续到更久 如果恩戈龙的裁决最终维持不变 将迫使川普放弃相当大一部分财产 恩戈龙命令特朗普支付3.55亿元的罚款 但加上利息 罚款总额已增至近4.54亿元 在他付款之前 这一总额每天将增加近11.2万元 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警告说 联邦政府再次面临关门危机 可能会在本周末部分关闭 农业部 能源部 住房和城市发展部 交通部 老兵事务部以及其他项目的资金将于周五晚些时候用完 包括国防部 国务院和司法部在内的其他政府部门的资金将在一周后的3月8日到期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周日在给同事的一封信中说 他警告说 关闭农业部将威胁到针对妇女和儿童的关键食品援助项目 并阻止向农民提供贷款 而关闭交通部可能会冻结空中交通管制员的培训 并停止各项正在进行中的调查 从而增加旅行延误和安全的风险 舒默说 第一批联邦拨款法案本应该在周末准备好 以便议员有充足的时间审查文本 他将错过期限的责任归咎于共和党人 他说 现在很明显 众议院共和党人需要更多的时间来解决问题 推迟的部分原因是众议院保守派要求众议院议长约翰逊 在支出法案中附加一些保守派政策附加条款 尽管民主党领导的参议院会拒绝这些附加条款 周日晚上 约翰逊回击了舒默 他便称 拖延的部分原因是最后一刻民主党人提出的要求 而这些要求并不是参议院拨款法案的一部分 避免政府关门的另一个障碍是国会的日程安排 参议员们于周一返回华盛顿 但众议院议员们要到周三晚上才会回到华盛顿 这使得国会没有多少时间来通过甚至还没有公布的拨款法案 几乎可以肯定的是 这意味着众议院和参议院领导人将需要另一项权宜之计资金法案 及持续性决议 以维持政府在周五之后的运作 在上周五晚上与众议院共和党人的电话会议上 约翰逊暗示可能需要另一个持续性决议将资金延长一两个星期 尽管他说他不喜欢通过另一个短期支出法案的想法 另一方面 总统拜登周二将在白宫接待国会四位主要领导人并进行谈判 拜登将会见舒默、约翰逊、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 以及众议院少数党领袖杰弗里斯 拜登的重点不仅在于避免政府关门 还在于通过一项国家安全一揽子计划 其中包括向盟友乌克兰、以色列提供关键的军事援助 在最新的盖洛普调查中 拜登总统的支持率已经下滑到38% 接近他的历史最低点 周五公布的民意调查显示 38%的受访者对拜登在白宫的表现表示满意 59%的人表示不满意 民调机构还发现 拜登在处理美国面临的几个关键问题上的支持率很低 例如40%的受访者支持他在俄乌战争问题上的处理方式 30%的受访者赞成他对袈裟战争的反应 只有33%的人认可他在其他外交事务上的工作表现 拜登在经济问题上的认可度也很低 36%的人赞成他在疫情后扭转经济的努力 盖洛普指出 自去年11月以来 拜登处理经济问题的支持率上升了4个百分点 经济本身也继续表现良好 移民问题仍然是选民最大的担忧之一 只有28%的受访者赞成拜登处理美国边境移民激增问题的方式 调查显示 民主党人普遍支持拜登的经济政策 以及他对俄乌战争和外交事务的处理方式 但民主党人对以色列哈马斯战争和南部边境的看法不太乐观 在这些问题上 拜登勉强获得多数选民的支持 在移民问题上获得55%的支持率 在中东冲突问题上获得51%的支持率 盖洛普指出 拜登的经济政策帮助他在独立选民中取得了一些进展 但他们对其他问题的处理方式认可度仍然较低 这家调查巨头表示 很少有共和党受访者在调查的任何问题上支持拜登 只有3%的共和党人支持拜登的移民政策 4%的共和党人支持他的经济政策 盖洛普指出 自2021年8月以来 拜登的支持率从未超过44% 拜登执政第三年的平均支持率为39.8% 在二战后当选的总统中排名倒数第二 拜登的支持率在2021年1月和4月曾达到57%的高点 但在此后的两年里一直在下降 他获得的最低支持率是2023年4月的37% 展望11月 历史表明 如果拜登要赢得第二个任期 他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以提高他在独立人士和民主党人中的支持率 盖洛普写道 该机构指出赢得连任的现任总统通常至少有50%的支持率 星岛网周三21日披露 有国会议员向联邦财政部质询 关于新闻社报道 指加拿大汇丰银行可能涉及有关按揭贷款洗黑钱的欺诈活动 如果属实会否影响加拿大皇家银行并购加拿大汇丰的交易 以及财政部长在批准这次并购前 是否以德西报道中指控的内容 事件有后续发展 据新闻社报道 另一名国会议员已通知国会财政委员会 要求动议审查黄银对加拿大汇丰的并购 并要其预留至少1亿 用以支付由监管机构当前或未来的调查可能产生的罚款 国会议员钱博斯的动议通知文本记录写道 关于加拿大皇家银行对加拿大汇丰银行的收购 委员会呼吁政府要求在18个月的贷款期内 银行要预留一笔不少于1亿的资金 用于支付监管机构或政府部门根据相关法律或法规 包括犯罪收益与洗钱恐怖主义融资法 而进行的任何当前或未来调查 而可能对加拿大汇丰造成的任何罚款、惩处或征费 新闻社此前报道 一名声称曾任职于加拿大汇丰的告密者指 自2015年以来 加拿大的中国侨民通过虚报他们在中国赚得的收入 共获得至少5亿的可疑按揭贷款 他认为有员工可能涉及有关的欺诈活动中 报道指告密者于2022年4月向银行管理层做出内部举报后 离开了加拿大汇丰 加拿大汇丰在回应新闻社的查询时表示 该行处于智力识别、预防和阻止金融罪案的最前线 本行不会与我们认为从事不法行为的个人或实体展开业务 加拿大金融交易与报告分析中心在去年7月公布的更新报告中 列出了一些新增指标 以驻报告实体识别涉嫌与洗黑钱有关的金融交易 并指出不少涉嫌与洗黑钱有关的金融交易 是经中国大陆及香港的个人或公司账户流入加拿大 据华盛顿大都会警察局称 周日下午1点左右 一名男子在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外自焚 伤势严重 已被送医 但情况仍危急 华盛顿特区消防部门发言人表示 一名男子当天下午1点左右 在华盛顿西北部的以色列驻美大使馆外点火自焚 美国特勤局官员随即赶到并扑灭了火 该男子因伤势严重被送往附近医院 目前仍处于危急状态 警方还调查了附近一辆可疑车辆 但警局发言人希克曼称 截至当天下午4点 现场已被清理完毕 特勤局以及联邦9烟河火器局的官员 与华盛顿的爆炸物处理小组合作调查了这起事件 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发言人纳伊姆表示 使馆没有任何工作人员受伤 自去年10月8日新一轮哈以冲突爆发以来 已驻美大使馆就一直是民众反对这场战争的抗议场所 据加沙卫生部官员称 加沙的平民死亡数已经攀升至超过2.9万人 去年12月 一名抗议者曾在以色列驻亚特兰大领事馆门前自焚 警方称这是极端的政治抗议行为 councilors会提升至超过3.5万人 Slow espe化车 Su eta 大耆事不 Points